作為靠著基建的方法 對 因為實際上來講 你只不過無理你都不斷這樣象徵 你不覺得怎樣在資源上面 控制成本 這個就成為關鍵了 其實是說 到時的顧客 走到上去幾元或者 新加坡 市場已經給了一個 不說人家 給了一個目標給他 現在的市場就是 對 像你所說的市場有很高的 對 公職來說 都很貴 一封交建 市場市場方面 預測都是18歲 貴貴呢 我實在貴 其實很難說 因為大就最貴 到以後來 可能大家充滿了 未來他會有更加多 基建 所以要去做 他已經是走出了學門 所以要開台發展 對於本錢 18.26元 因為他聽 有很多好消息 那是否就是 新加坡買了這個銀行 那這兩位 會比較 有機會 輕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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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如果你說 18.26元 我現在買了 正正 如果你說 我喜歡市場 我覺得就不會買大銀行 如果你說 我買來 今天 就走 明天是否升至 我也是走的話 那我就要去走 對 那我就給你 證明 還有 那麼 幾次 日本幹部 也有 很難 也有 如果你 我就回到 還有 火 警察